在美国无论是哪一个大一点的城市 特别是在市中心附近 随处可见一类人 就是无家可归者 造成无家可归的原因很多 比如说突然没了工作 家庭的变故 健康问题等等 这些事情造成的无家可归者 是比较正常的 其中很大的一部分 很快就能重新回到社会当中了 那么另外一些人 可能是因为酗酒 吸毒或者精神方面有问题 据统计 美国现在有55到60万的无家可归者 而实际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还要高 这些人总有一半是住在车上 帐篷里或者是大街上 那么另外一半是住在紧急的避难所里 或者是政府提供的过渡房里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美国无家可归人口最多的10个城市 以及背后形成的原因 波士顿的无家可归人数有6300人 波士顿的无家可归者和其他的城市 有非常大的不同 其中有一半是家庭 根据统计数据 美国其他的城市 像洛杉矶 旧金山 圣河赛 大多数的无家可归者是单身 而且以男性为主 那么在波士顿的这些无家可归者当中 睡在室外的是比较少的 因为这个州有法律规定 必须提供每个人住的地方 另外对于有孩子的家庭 是不允许睡在大街上的 需要说明一下 睡在车里帐篷里或者是桥洞 都算睡在大街上 因此很多的避难所都住满了 政府就得花钱把他们安排到旅馆里 那些无家可归的家庭 基本上都是住在政府安排的旅馆里面 这个每年要占用政府很大的一笔开支 2020年波士顿对无家可归者的预算 就高达1亿5000万美金 作为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无家可归者的数量高达6400人 华盛顿主要的原因就是房价太高 连租房的数量太少 而一切就是很多的高档住宅 但是小面积的租金低的房子也太少 华盛顿特区的无家可归者 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人口正在老龄化 虽然制定了2025年结束无家可归者的计划 但是情形不是很乐观 其实华盛顿提供的避难所是足够的 但是很多人并不希望住在避难所里 因为这些避难所都有很多的规定 比如说大多数的避难所都有宵禁 就是晚上10点必须回来 当然了如果有夜班工作的是可以例外的 那么另外像什么酗酒 嗑药是肯定是不行的 凤凰城的无家可归人数大约有6600人 造成凤凰城这么多无家可归者的主要原因 就是没有足够的避难所 那么这些无家可归者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患有精神问题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滥用药物 在2022年凤凰城就有超过500名的无家可归者死亡 这些死亡中就有一些是因为药物过量而死 这些无家可归者聚集的地方已经开始影响到本地的居民 在凤凰城的失踪心有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营地 这个营地的周围的一些居民的房子 还有一些财产就经常遭到破坏 同时周围也会经常出现 比如说乱丢垃圾以及各种排泄物 在8月份的时候 一些居民就联合起来开始起诉市政府 凤凰城是美国最热的城市之一 与热相关的死亡人数很多 去年无家可归者占339人纵数死亡中的40% 人们担心这个数字在今年会继续攀升 因为今年有更多的人露宿街头 他们经常出现在比如说公园 地铁附近 还有就是人行道上 还有就是垃圾桶的后面 停车场 河边等等 奥克兰的无家可归人数是8100人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奥克兰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的速度很快 尽管资金和床位大幅的增加 但是奥克兰的总体无家可归人数 确实一直在攀升 而且在奥克兰的一些无家可归者的营地 因为聚集的人数太多了 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隐患 比如说经常会出现火灾 市政府在2022年5月拨款470万 用来清理这个营地 奥克兰的无家可归者的问题 原来是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自从2013年开始 当时奥巴马政府对于无家可归者的资助重点 从原来的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 转为什么呢 就叫做快速安置 就是提供住房 也叫做美国之家计划 那么根据2020年10月份的一份报告 这种做法与预期的结果相反 随着床位的增加 无家可归者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20% 目前拜登政府仍然坚持这种做法 当然很多人会说 加利福尼亚的天气好 所以无家可归的人多 但同样天气好的地区也很多 像什么佛罗里达 佐治亚州 还有就是德克萨斯州 但是这些州的无家可归人数 却是在下降的 因此说 帮助无家可归的人 不是提供住宿就可以了 如何帮助他们返回社会 才是最大的挑战 圣地雅各的无家可归人数 大约是8100人左右 和其他城市类似 就是连租房的数量太少 很多流浪街头的人 主要原因就是付不起房租 其他方面问题比较少 那么即使一些人从政府那里 可以拿到住房补贴 但是因为租金低的房子太少 大多数的房子的房租太高 还是住不起 另外圣地雅各无家可归的人里面 还有大量的退伍军人 可能有人是说 为什么不离开 去那些房租更低的城市或者地方呢 这就涉及到了多方面的原因了 简单来说吧 比如说他家里的亲戚朋友 社交网络都在这个城市 无家可归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不仅仅是钱或者住房的问题 那么作为政客来讲呢 一方面不希望影响到正常的居民 商业和企业 另一方面呢 也没有一个简单的 有效的方案 只要这么做 问题呢就解决了 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 大约有8200人 长时间以来 旧金山一直对那些吸毒的 还有精神有问题的无家可归者呢 照顾的都是比较好的 相对于其他的城市也更加的安全 那么在旧金山呢 有很多的地方都设有无家可归者的帮助点 但问题是 就是这些帮助点周围就会出现很多的真管 人们随地大小便一类的问题 也造成了呢 城市的这些地区的破坏财产的犯罪率呢 就会比较高 圣和赛的无家可归人数是9600人 加利福尼亚州作为一个整体 各大城市都有无家可归者的问题 那么美国的一半无家可归的人呢 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州 毫无疑问呢 做了在硅谷的圣和赛 最富有的一个城市 那也毫不例外 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有全职的工作 白天和其他人一样去公司上班 下班之后呢 就住在车上或者是大街上 因为房租实在是太贵了 同时来讲呢 避难所的数量也不够 而且呢 圣和赛的无家可归者当中呢 也有大量的退伍军人 圣和赛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 房价和房租非常高 当然是一方面原因 但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在 圣和赛建设这个联储房 法规非常多 比如说 在哪些区域能建 要满足哪些环境要求 如何管理 手续非常繁多 自然呢 开发商不愿意开发联储房 谁没事找麻烦呢 那么在特布朗当总统期间呢 曾签署过一项行政命令 就是去掉了一些法规 通过简化手续和法规 使建设一些联储房呢 更加容易从而解决 无家可归者的问题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西雅图的无家可归人数 逐渐上升 越来越严重 目前大约有12000人 而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西雅图有很多免费的 对无家可归者的项目 比如说免费的食物 免费的药品 免费的帐篷 免费的医疗 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曾经说过 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免费的帐篷 那么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可以拿到一箱一箱的免费的矿泉水 那么有人呢 就把这水倒掉 卖空瓶子 是十美分一个 那么这么多的无家可归的人 就影响了当地的一些正常的生活 以及商业 也出现了很多的犯罪活动 洛杉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 无家可归的人数呢 大约有64000人 在全世界的无家可归城市里 排在第三位 洛杉矶甚至整个加利福尼亚 估计有75%以上的无家可归者 是住在大街上 车上或者帐篷里 而纽约呢 只有4.4% 一方面是因为气候的原因 洛杉矶气候温暖 而纽约寒冷 另一方面呢 纽约不可以住在大街上 而波士顿呢 因为天气冷 人们也住在避难所里 在洛杉矶的市中心 大约有50条街道的旁边 都是帐篷 常年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纽约市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因此呢 纽约市有最大的无家可归的人口 估计纽约市大约有79000名 无家可归者 全美国20%的避难所 都是在纽约 因为天气冷 同时来讲呢 纽约的法律规定 禁止在休息区和公园内 这个露营或者搭帐篷 同时来讲呢 因为避难所有限 很多的无家可归者呢 是住在旅馆里 政府付钱 上面呢 就是美国无家可归者 最多的10个城市 其实呢 没有人愿意睡在大街上 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请在视频下方分享你的看法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点赞订阅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